啊 啊 烦恼晚餐要吃什么 在附近没找到我想吃的东西 因为下雨 原本不太想走远了 既然如此 我要去买我想吃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排骨饭 带走吗 好 我第一次在台湾吃排骨饭了 台湾的人行道可以避雨 这点很好 才刚刚洗澡又被淋雨了 但既然可以吃到想吃的排骨饭 所以没关系 好冷啊 一住下来就打雷了 这样的天气可以在室内享受美味的食物 感恩 咱咱 白饭上有蔬菜 豆干 荷包蛋 和排骨 昆布 这首饭 骨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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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便當的 便當也第一次吃過 外國飯也第一次吃過 僅需85元就可以吃得到這麼豐盛的便當 台灣真的是太棒了 有點像鯛鯛鯛的感覺 鯛鯛鯛鯛的感覺 來一個豆干 又鬆軟又Q淡的口感 香味比一般的豆腐更濃郁 這次是炒高麗菜 台灣的高麗菜特別甜 這次排骨上要加荷包蛋一起吃 再來一口米飯 真的很好吃又飽足 而且價格便宜 難怪台灣的学生和上班旅都喜歡吃便當 豆干真的很特別 董式韓國鮮鯛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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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до好 hand 是不是很香 不放火 吃不太香 因为太好吃,吃得干干净净了 一粒米饭也不想浪费 骨头上的肉也要吃光光 骨头上的肉也不想浪费 最后一口 吃完的东西要好好清理 甜点不能不吃 辛苦的一天就这样大概结束了 虽然外面不是什么壮丽的风景 就很好用 只需要用一分钟,却一直想用更多 这里就是我的capture房间 现在时间比较早 但是我快点要睡觉了 因为明天要早一点开始我的日程 而且今天煮太多 累太多了 我吃两个药 这是酵素,大家应该也蛮熟的 这个帮助消化刚吃的便当 这是一个耳朵 睡觉前吃东西的话 身体会有负担 所以这样的时候 吃两个这个 就会有很多帮助 吃牛奶的吃素 可以吃这个 这是我来旅游的时候 广吃的秘诀 那我去睡觉了 拜拜 拜拜